好劇在烏俄戰爭 烏克蘭前線彈藥匮乏 俄軍戰的火力優勢 對各大城市發動了雙襲的空襲 那麼呢 因此也造成了像是 札波羅勒跟哈爾科夫 都有嚴重的死傷 而在阿夫底夫卡西南部的村莊 更是被俄軍二度占領 俄羅斯2S3 相思自走炮接連發射 仗著彈藥量比乌軍多六倍的火力優勢 突破乌軍東部的防線 從這段無人機空拍可以看到 這是位於巴赫姆特八公里外 乌軍控制的查西夫亞爾 多棟建築物遭到俄軍密集炮轟之後 焦黑冒煙殘破不堪 這座乌軍的前線堡壘已經岌岌可危 查西夫亞爾位於俄軍佔領的 巴赫姆特西邊八公里 俄軍先前從南邊的504號公路推進 已經佔領了另外一座城鎮 現在又從北邊的506號公路強攻 攻占查西夫亞爾東面的郊區 兩條公路間是乌軍死守的 飆高200公尺的高地 本來乌軍有地形優勢 但是在俄軍的雙向攻勢之下 腹背受敵 乌軍前線守軍採取小規模的 Sorrow戰術似乎無法有效阻止 敵軍的推進 俄軍宣布又佔領阿夫迪夫卡西南方的 另一座村莊 戰況對烏軍越來越不利 烏軍頭痛的不只是前線 南方大城市扎波羅熱 週五又遭到俄軍的飛彈空襲 俄軍採取雙擊戰術 也就是先發射三枚飛彈 破壞了民宅 等救難人員到了現場 隔快一個小時再發射兩枚飛彈 擺明是故意要製造致命的陷阱 車撲空襲至少造成四死二死傷 同一天第二大神哈爾科夫 也遭到無人機的襲擊 至少六人罹難 不管是空中還是地面攻勢 俄軍的雙擊新戰術 已經讓烏克蘭元氣大傷 比重不倒 好 國際焦點帶您來看到 烏爾雙方現在持續展開的是 無人機大戰 烏克蘭週二派了無人機 深入到俄羅斯的境內 轟炸了軍工廠以及煉油廠 而俄軍方面則是夜襲了 哈爾科夫報復 值得關注的事情是 俄軍這一次採用的是 雙擊戰術 俄羅斯民眾今生尖叫 因為有巨型無人機 撞進建築釀成大爆炸 這次襲擊對烏克蘭意義重大 因為他們瞄準的是距離烏國邊境 有1300公里遠的達達斯坦地區 當地官員認了有攻擊發生 還指控烏克蘭拿北約設備偷襲 除了俄國境內 烏東的惡控區也不平靜 週四遭砲襲釀成兩死酒傷 烏克蘭加碼公布在烏東村莊 摧毀俄軍坦克和步兵戰車 更有無人機小兵力大功 直接命中目標 不過俄羅斯很快在同一天 還以顏色 派出至少15架無人機夜襲 烏克蘭第二大城哈爾科夫 暗夜中隱約能看見 當場被炸死的消防人員 因為俄羅斯再度使用雙擊戰術 在第一次攻擊引誘救難員到場 然後再進行第二次更大的轟炸 國際 有民眾嚇到緊急趴地 還有消防員難過跪地痛哭 因為他剛剛得知死者中 也包含同樣擔任消防員的爸爸 其他倖存的民眾 講起事發過程 聲音還在戰鬥 阿爾科夫顯然還不安全 這也是為何烏克蘭每到夜晚 都得繃進神經 得時時盯住夜空 用槍枝瞄準來犯的無人機 士兵們坦言有時壓力非常大 就怕一次失敗 只會釀成更大的死傷 地面上烏克蘭也忙著 加強防御攻勢挖掘新戰壕 這些新戰壕出現在烏克蘭北部的切爾尼戈夫 烏克蘭今年以撥款至少5億美元打造層層防御 並以鋪射至少10萬個龍牙莊 烏克蘭擔心俄羅斯打死不退 因為俄軍最近又加強尋找新炮灰上戰場 俄羅斯還夸口自從上次音樂廳恐攻後 就有更多人自願從軍 今年以來已經有10萬人簽下當兵合約 現在好像永遠都可以站起來 去簽訂合約 保護家人 因為... 烏克蘭自己也面臨兵力吃緊 自洛斯基這禮拜簽署新法 正式將強制徵兵的年齡 從目前的27歲降低到25歲 擊斧民眾看法兩極 說這樣 這是可以回到我的兒子 我不想 我只有一個兒子 我只有一個兒子 這場戰爭恐怕越打越漫長 烏克蘭想打贏也得仰賴歐美長期援助 幸好芬蘭已和烏克蘭簽署10年協議 加碼園烏1.88億歐元的軍事援助 和重建經費 NATO並不是對抗互動 NATO並不是對抗互動 但是NATO正在給予烏克蘭支援 幫助他們抗互動 週四 北約歡慶75週年 卻不得不面對俄烏戰爭 持續拉長的困境 對於原屋 北約秘書長除了表示 將重新檢視庫存 向烏克蘭提供更多防空系統外 沒有再宣布更多具體承諾 電新聞綜合報導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加入老湯瓦雷姬 我是老湯 隨著天氣漸漸變暖 已經邁入第三年的俄烏戰爭 近期又有逐漸升溫的氣象 俄羅斯國防部宣稱 前線部隊在阿富汀卡西線 發動多路攻勢 並且在一場戰役中 擊毀一輛美支艾布蘭戰車 和多輛布萊德雷撞甲車 俄方指出 這是美方提供給烏克蘭 首批31輛艾布蘭坦克中 第四輛被俄軍摧毀的主戰坦克 儘管這項消息 並沒有得到烏克蘭的證實 但是俄羅斯國防部長 邵一谷在高階軍事主觀會議上表示 俄軍從今年年初以來 已經奪取了烏克蘭403平方公里的土地 同時重創烏克蘭部隊的永生戰力 繼續俄羅斯國防部隊的軍事主觀會議上 我們繼續俄羅斯國防部隊的軍事主觀會議上 7月份的軍事主觀會議上 失去了超過80萬軍軍軍 14萬軍軍軍 各種軍事主觀會議上 包括超過1200軍軍 和其他軍事主觀會議上 對於邵一谷指稱烏克蘭迄今為止 有超過8萬名官兵陣亡的說法 烏方則回應不清楚 俄國的資料來源和計算方式 當然也不排除有誇大奇詞或灌水謊報的可能 然而英國媒體報導 烏克蘭總統澤文斯基已經簽署 暫時後備動員法案 同意將徵召後備一男的年齡 從過去的27歲調整為修改後的25歲 希望改善補充兵員不足的問題 對於這項消息 駐守在意外尼斯福克和恰索夫雅爾周邊的 第93機械化旅來說 自然是大表歡迎 連長奧雷克桑德就說 要是能把部隊缺乏的砲弹一起帶過來 那就再完美不過了 因為俄軍近期在這條戰線上 不斷加強孤勢 連隊官兵擔心 如果沒有足夠的打擊火力支援的話 按照俄軍粗暴的打法 一萬零斯福克和恰索夫雅爾 將會陷入一場苦戰 尤其俄軍似乎想加快在這個地區的推進速度 也給烏克蘭部隊帶來相當沉重的防守壓力 根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的報導 被視為是恰索夫雅爾防禦重症的一萬零斯福克 在俄軍優勢空中武力的打擊下 已經從烏軍手中奪下控制權 並且以它為探頭堡 派出先遣部隊在恰索夫雅爾東郊和烏軍交戰 據稱俄軍的進展非常順利 烏克蘭部隊在得不到其他有軍增援的困難中 只能依托外圍堅固的防禦攻勢 全力阻止俄軍進入城內 然而俄羅斯則憑借優勢的空中武力 對烏軍前沿陣地展開密集轟炸 投下了近百枚重型航空炸彈 包括溫壓彈在內的空投武器 重點打擊烏軍指揮所和重兵束手的陣地 經過幾波炸射之後 摧毀了好幾處軍事據點和指揮中心 據稱烏軍無人生還 也讓俄軍進展市中心 原本烏軍是想在這座堡壘城市和交通要道 在防御攻勢和天然屏障的保護下 建立起前日巴赫姆特俄軍的行動重鎮 並且扮演支援前線作戰單位的補給中心 卻因為不具備足以和俄軍抗衡的空中能力 導致恰索夫雅爾的戰況岌岌可危 根據烏克蘭推移將領 同時也是軍事分析家的克里沃諾斯判斷 一旦俄軍完全控制恰索夫雅爾之後 新南方的另一個戰略重鎮 康斯坦丁諾夫卡的情況就要拉強警報 因為恰索夫雅爾是康斯坦丁諾夫卡的關鍵門戶之一 如果恰索夫雅爾失手 不但門戶大開 作為運河防線的最後一個城市 也將暴露在俄軍火炮的攻擊範圍內 加上恰索夫雅爾的地勢又比康斯坦丁諾夫卡高 不但有助於俄軍的推進速度 也會讓康斯坦丁諾夫卡失去請求增援的機會 那麼烏軍計劃在恰索夫雅爾到康斯坦丁諾夫卡 建立的第二道防御體系 也就自然而然被俄軍瓦解 至於在阿富蒂夫卡方向的戰鬥 俄軍依舊沒有放慢腳步 繼續向西側外圍展開傾角 在脫領科野俄乌兩軍在此地激烈交火 據稱俄軍作戰單位打開了一道缺口 並且向前推進了1.5公里 佔領據點後俄軍還組成了一支突擊隊 前去試探烏曼斯克東側的防守力量 有消息稱俄軍已經打到了外圍 烏曼斯克戰役幾乎進入了倒數計時的階段 並且有可能牽動紅軍村的戰場 俄軍近日攻勢不斷 外界認為和音樂廳恐攻脫離不了關係 俄羅斯安全部門表示 反恐部隊在打擊斯坦共和國 阻止了一起未遂的恐怖行動 同時逮捕三名涉案人 官方並未透露他們究竟和恐怖組織有什麼關係 僅僅表示反恐小組的接獲情報後 立即前往三人居住的公寓攻堅 並且起出大批蟹彈 同樣是以報復恐怖攻擊為由 俄羅斯對烏克蘭發電設施 執行兩國開戰後規模最大的攻擊 基辅痛批俄羅斯手段卑鄙 發射數量不明的各種飛彈和無人機 攻擊全境多個發電廠和編電所 試圖大量消耗烏克蘭的能源 造成民生用電困難 並且削弱烏軍戰力 不過俄羅斯則稱 兩國處於交戰狀態 任何軍事目標都是合法的打擊對象 對於西方元烏克行動延宕的問題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特別飛到巴黎 會見法國國防部長勒克弩 除了爭取法國提供更多協助之外 也強調烏克蘭正處在關鍵時刻 急需西方陣營的有力支持 這在烏克蘭苦於彈藥匮乏之際 德國世界報獨家報導的一則內部消息稱 德國將在一個月內提供烏克蘭18000發 155公里砲彈 而且由捷克執行20個歐盟或北約國家出資的 全球砲彈採購計劃 正在緊鑼密鼓進行中 雖然歐盟曾經保證會在今年3月底前 向烏克蘭提供100萬發砲彈 如今期限已過 供應的數量卻只有承諾的一半而已 這代表要買到足量的砲彈並不容易 所以德國為了確保本國目標不至於落空 又特別訂定了一個三階段計劃 第一階段是緊急供給彈藥 第二階段就是落實捷克全球砲彈採購計劃中 關於德國需要負責的18萬發砲彈 第三階段則是德國自行簽訂的一份 雙邊軍火供給協議 預定今年第四季度再向烏克蘭提供10萬發砲彈 以保證砲彈供應的最低額度 如今烏克蘭前線存在隨時崩潰的巨大風險 軍方高層就在私底下抱怨西方 在戰爭前期處處限制烏克蘭的行動 到了中後期又因為武器彈藥援助不夠及時 白白破壞掉烏克蘭扭轉戰局的大好機會 直到俄軍不斷從錯誤中學習改善 重新掌握戰場優勢後才驚覺大事不妙 可是這個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烏克蘭軍民就在西方的猶豫中賠上了生命和自由 現在甚至連能不能獲得勝利都充滿變數 不禁讓烏克蘭民眾擔心傳聞中 俄軍會在春季或夏季發動的攻勢 烏克蘭部隊究竟有沒有足夠的能力 和俄軍對抗到底 好了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加入老湯瓦雷基 我是老湯 俄羅斯總統普琴晚間來到特維爾州 第334國家戰鬥飛行員訓練基地視察 聽取訓練官隊各式直升機 在俄武戰爭中的任務說明和成果報告 軍方向普琴匯報近期研發的一款保護直升機安全的防禦系統 已經陸續展開加裝配置作業 而且這種防禦系統將有助於俄軍直升機部隊 在戰場救護、傷兵運送以及空中數位上得到更多的保障 除了在安全上面下功夫之外 俄軍也不忘向普琴展示主動打擊的利器 更是俄軍現役輕型飛彈中 戰果最為顯著的X-39多用途飛彈 據稱這款飛彈不但能破壞裝甲車、橋梁及堡壘之外 還可以打擊對方的軍事集結區 而且X-39具有射後不理的功能 而是由發射飛彈的載台 接手執行尋找下一個目標的任務 換句話說 X-39飛彈就是一種具有自主引導的武器 不但可以在最短時間內攻擊更多的目標 也可以提高發射載具的生存機率 同時也邀請普琴坐上直升機駕駛艙 親自體驗飛行員佩戴夜市頭盔的感覺 隨後普琴還對重要幹部講話 嚴厲駁斥北約國家近期大力渲染 俄羅斯將在烏克蘭戰爭結束後 準備對歐洲發動戰爭的說法 更批評美國不負責的言論 是在誤導輿論同時無所不用其極的污蔑俄羅斯 美國負責抗軍有其高分歐 約40% 三成績責任 大約30% 三成績責任 39% 三成績責任 大約30% 三成績責任 是美國負責任 而香港 金桓普琴口头表示 俄罗斯要对北约动物是无稽之谈 不过有一项议题已经被北约国家拿出来讨论 就是俄乌频繁使用无人机和飞弹攻击对方 导致两国靠近北约边境的一些地区 经常会遭到无望之灾 被摧毁的无人机和飞弹残骸 时不时会掉落在这些区域内 已经严重威胁到非交战国百姓的人身安全 因此北约正在考虑击落俄罗斯 任何可能接近北约边境的飞弹 以防止这类物色事件演变成更难以收拾的国际争端 北约国人表示 目前各盟国正在眼里多套方案 并分析执行层面的可行性 毕竟一旦决定要采取这种措施的话 除了要获得乌克兰的同意之外 也要考虑到会在国际间出现哪些后果 又该如何降低可能擦枪走火的风险 只是眼下的事情还不止这一桩 关于西方准备援助乌克兰F16战机这件事 普钦则是撂下重话 普钦说即便F16来到乌克兰手中 也不会改变战场局势 俄军会像摧毁西方援助的坦克和装甲车一样 毫不犹豫地击落这些战机 即便这些F16是从第三国的机场起飞 俄罗斯也会把他们当作合法的攻击目标 无论位在何处 显然普钦即便非常不满西方提供乌克兰先进战机 但也不敢小看美军战机的优异性 尽管许多军事专家也对F16来到乌克兰战场后 究竟会缴出什么样的成绩单 还无法做出笃定的预测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自从冬季尾声进入到春天之后 俄罗斯部队在乌克兰战场上 几乎每天都有或多或少的进展 近期传出 俄军又占领了盾内斯克西部 一处名为克拉斯诺格夫卡的战略据点 消息指出 俄军在先前进攻阿夫迪夫卡和马林卡的战役中 对克拉斯诺格夫卡采取战术性忽略 为了啃下阿夫迪夫卡和马林卡这两块硬骨头 俄军几乎把南部集群的主力都投入到这两个战线上 并且承受了很大程度的人员及装备耗损 在经过惨烈的战斗之后 俄军才好不容易夺下两地的控制权 如果这个时候 兵匹马伐的俄军还要再向克拉斯诺格夫卡发起进攻 那么同样拥有坚强防御攻势的克拉斯诺格夫卡 将会让俄军踢到铁板 只是克拉斯诺格夫卡距离盾内斯克实在太近了 驻防当地的乌克兰炮兵可以非常轻易的把炮弹送入城内 当然俄军也知道这一点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俄军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后 必须要尽早拔掉这根再被盲刺 俄罗斯媒体报道 就在三月中旬 俄军主力在盾内斯克武装部队的联合攻势下 顺利攻入克拉斯诺格夫卡 殲灭乌克兰上百名有身战力 已经基本建立起阿弗迪夫卡连接克拉斯诺格夫卡到马林卡的战线 迫使乌军后撤到新的防御攻势内 等于俄军已经在盾内斯克东翼站稳脚跟 不但可以进攻西侧的沃夫卡和乌克兰守军 还能够对杂波罗热施加更强的军事压力 就在上个星期 俄罗斯对杂波罗热地区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空袭 据报部分无人机或飞弹残骸集中便电锁及锅炉场 导致供电及供热中断 一些民众只能把发电机放在户外 作为晚间照明和供暖之用 在奥德萨因为电力中断的关系 电车等大众交通工具也被迫停驶 大量列车只能停在总站或调度场等待电力恢复 也让百姓出行大受影响 就在俄罗斯逐渐加强攻势之际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前往东北部战线 苏梅地区慰问第111拐独立国土防卫旅的官兵 泽伦斯基除了视察战壕和碉堡的建造进度外 也感谢他们在俄乌战争期间 坚守防线抵御俄军的攻势 并且颁发奖章表扬官兵的应有表现 同时也前往了临时军医院探视伤兵 希望他们安心养伤尽快康复 然而就在泽伦斯基到前线视察的同时 乌克兰军政高层也证实 原任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的丹尼洛夫 已经被免除职务 改由对外情报局长利特·维联科接任 这是泽伦斯基对军方人事最先的调整 尽管官方并未说明撤换丹尼洛夫的原因 但是有小刀消息指出 丹尼洛夫曾经因为国安问题 和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发生激烈争吵 由于丹尼洛夫性格强硬 不但经常接受媒体采访 并且针对某些策略提出评论 影响到政府和军方的决定 所以在丹尼洛夫任职将近四年半之后 泽伦斯基决定签署人事令 解除他的秘书职务 乌克兰内部盛传 未来丹尼洛夫将很有可能担任驻挪威大使 乌克兰第22旅官兵 正使用海参H-10无人机执行防区空域的侦查任务 同时监看前线部队的战斗情况 22旅官兵表示 作战单位的攻势进展顺利 有效打击俄军的阵地 尽管如此 美国反制假消息的资深外交官鲁斌则认为 乌克兰近来对前方战斗的讯息 限制越来越多 甚至不批准媒体在前线采访的请求 基夫给出的理由是限制敏感地区的战况报道 有助于遏制俄罗斯假消息的传播 避免扰乱民心士气 但是乌克兰这种做法令鲁斌不以为然 他表示即便媒体的报道可能不利于乌克兰 但是却有助于盟国对战情的全面分析 他能理解基辅希望封锁坏消息的心情 然而一昧的躲避只可能让情况越变越坏 他呼吁泽伦斯基应该更加开诚布公 即便偶尔有些不好的发展 却有助于盟国针对弱点提出改善建议和方法 才有机会和俄军抗衡 甚至扭转情况 好了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欢迎收看今天文权的事业周报 欧洲白 美国希望把整个全球的军事战略 第一个脱离中东 第二个尽量的就往太平洋 尤其是遏制中国的崛起 第三个不要跟欧洲有太多的接触 顶多就是军援乌克兰 削弱俄罗斯 但国际现实的状况 正使这一切的发展 越来越不属于美国人所期望的 除了中东的伊哈战争 搞到美国到现在为止 因为对以色列的支持 失去了国际的正义 而不得最终在安理会 抛弃了以色列之外 是现在俄罗斯正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火药桶 整个俄乌战争本来以为就是俄乌之间 希望限制战争在这个地方 可是经过这一场恐攻 它可能是一个改变历史的恐攻世界 为什么 我们刚才前面做了一整个小时的节目 谈到克里蒙公并不相信 这是一个ISIS-K所犯的恐攻 他们认为是英国跟美国情报机构 透过乌克兰的行动组织 最后找了几个塔吉克人所犯下的罪 然后ISIS-K在那地方宣布 他们认为从头到尾是个阴谋 就跟北溪二号的状况是一样的 如果研究历史的专家可能会告诉你 在过去18世纪以前 最主要引起战争的原因是什么 是宗教 到了19世纪末 尤其是20世纪初的时刻 除了殖民的运动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民族国家的概念崛起 民族国家的概念崛起 它背后结合了宗教 也结合了很多其他不同的因素 还包括了语言文化认同等等 而它因此形成了第一次的世界大战 所以过去我们都会说巴尔干半岛是欧洲的火药库 可是前苏联这个地区 它东欧附庸国的这些地区有何尝不续 而现在正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普丁又刚刚连任 他再次的连任 他很多各种不同的 他所定义的很多概念 他在战争里头尝到了甜头 他复兴了俄罗斯人起码的尊严 这是俄罗斯人支持他的原因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他会把战争停在这个地方 还是在恐共以后进行下一波的一个暴富 目前为止我们刚刚在前面报道 波兰总理认为已经是战争之前的状况 还认为战争可能很快就会到来 而且战争的对象不会只是乌克兰 因为他要的是乌东 就是那些俄罗斯的公民 了解俄罗斯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美国的媒体刚开始从俄乌战争 就把他说他是史达林 只是对于普丁完全不进行了解 然后凭自己的主观意见 事实上从Oliver Stone拍摄普丁四个小时纪录片 以及普丁在很多场合所说的话 他很清楚的他就是认为 他是一个要挽救俄罗斯后裔公民 在苏联瓦解之后 在所有各个国家被迫害的 一个伟大的俄罗斯的复兴主义者 所以他并不是要重复 再把苏联变成这么大 把俄罗斯变成像苏联这么大 像史达里一样 他做的是一个悲情主义式的一个民族主义 在这里头为什么我们点名了拉脱维亚 是最危险的 而事实上他也是被普丁直接点名 在上个礼拜我们就点名 说拉脱维亚很可能是最危险的 因为拉脱维亚本身呢 在他国内有25% 就是接近四分之一的人 是俄罗斯后裔 所以这是完全符合普丁认为 他要挽救海外俄罗斯后裔的一个 第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就是他人口不是5% 而是接近25% 第二个 当他人口只有25% 那其他人加起来这么多的时候 他在2012年进行了一场公民投票 这场公民投票呢 74.8% 就刚好 25%以外的其他的人 都同意 俄罗斯语言 不得成为拉脱维亚的第二官方语言 换句话说 在1991年 当那个时刻 拉脱维亚独立的时刻 俄罗斯语还被容忍成为第二官方语言 可是到2012年 非俄罗斯后裔的其他人 拉脱维亚人 他们不再容忍了 于是那次的公投呢 把居住在他们 拉脱维亚那个地方的俄罗斯的公民 他们所一直长年几百年来讲的俄罗斯语 不得成为第二官方语言 那成为官方语言 变成地方语言也可以 可是他不是 他的电视也不准播 所有俄罗斯语的电视都不准播 不是说你不可以开俄罗斯的电视 使得被俄罗斯莫斯科洗脑 而是在拉脱维亚当地 他既然有25%将近的人口 所以就有这样的市场 因此他们当地就有俄罗斯语的电台 电视台等等 全部都被取消他们的执照 全部都被关台 在这个情况里头 拉脱维亚就一步一步的进行 叫做去俄罗斯化 他们说这是一个激进的去俄罗斯化 除了取消电视台的播放之外 还定出了一个移民法 这个移民法逐步的要求 要通过拉脱维亚语言的考试 你才能够继继续拥有公民 或是居留的资格 所以哪怕他们可能已经 当时从俄罗斯移民到这里 已经七八十年了 比外省来台湾还要久 他们在可能在1920年 就1917年革命之后 苏联成立1921年之后 就已经来到了拉脱维亚 在这个地方 即使他们已经可能住了100年 他现在如果没有通过 拉脱维亚的语言考试 他们将会被剥夺公民权 而且驱逐出境 这非常符合 如果普丁要扩大战争 第一个攻打对象的国家 所以他曾经点名了拉脱维亚 而大家也觉得拉脱维亚最危险 但总之是不是拉脱维亚 我们不知道 但只知道说普丁这场恐攻的行动 会指着他扩大军事行动 而这军事行动的地点 可能不是乌克兰 完全超出美国的规划之外 拉脱维亚在28号 举行波罗地海国家 加入北约的20周年庆祝活动 20年前的这一天 是冷战后北约的第二次通过 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张 接纳了东欧与波罗地海 三国在内的七个新成员 让北约的势力直达俄罗斯家门口 波罗地海三国曾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与俄罗斯的领土接壤 如今是北约东欧的最前线 而入约20年的庆典摆在拉脱维亚不是没有原因 这里对俄罗斯的威胁感受最为深刻 但这威胁说到底 恐怕也是咎由自取 rund这个宗里面 一大早就像这个部阔 那时时我们在养联hnika 当时几乎是为了元养联合在墙子 얘切都可见了 这份有关于亚洲 联合叶 祖族穆诺的 港并传逐人 像一个一半的国家 当时他们選了 当时进入国 评约内容 是标准 每个人都要不禁锁 我 跟我们选择 比拟区 1991年公投独立后的拉脱维亚已融入西方 是欧盟也是北约的成员 但维诺格拉多夫说 西方的人权与自由价值观 并没有落实在这里的俄罗斯裔族群 拉脱维亚在2012年的公投以74.8% 否决了俄语为第二官方语言 并从2018年开始 逐步提高二一学校以拉脱维亚语教学的课程 上一个方法是自由和民主 上一个方法就有复杂流 在俄乌战争中 拉脱维亚的文化都更加激进 陶格夫·皮尔斯是僅置于首都里加 拉托维亚的第二大支 离俄罗斯的边境线只有120公里 这里有高于全国比例的34%恶意人口 尽管他们并非全部认同莫斯科的侵略 但启示政策已将他们贴上了标签 Decades-long tensions between ethnic Russians and Latvians have become more visible, especially in places like this Since Russia invaded Ukraine, Latvia's government has been trying to crack down on pro-Russian sentiment Expressing support for Russia's war is a crime And the new immigration law now demands that Russians who do not have a Latvian passport must prove they speak basic Latvian if they want to stay Disappointing doesn't cover it I have lived here for 48 years 48! Yes, I didn't learn Latvian Like some would say Pack your things But where can I go? That's the first thing And secondly, why should I move somewhere else? For Russia's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Latvia's anti-Russian policies fit his narrative about needing to protect ethnic Russians abroad The narrative that took him into Ukraine If they pursue this policy towards people who want to live in that country Work there Create some good for that country And they treat them in a pig-like manner Then they themselves will face the same pig-like behavior within their country From 2000 years on台执政 Putin just wants to return to Russia That's what he wants to do And he wants to return to Russia He wants to return to Russia 也因此除了遏制北约东扩 保护海外的俄罗斯人 让普丁所发动的战争名正言顺 入侵乌克兰只是一例 2008年的乔治亚战争更是如此 如今在乔治亚 以二一为主体的南奥赛地与阿布哈兹 都在俄罗斯的支持下 保持实质上的独立 乔治亚与乌克兰这两场战争 都让内部有恶意族群的 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相信 自己将是普丁的下一个目标 而拉脱维亚并非唯一 遭普丁点名的国家 俄罗斯稍早正式对包括 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在内的 三名波罗的海三国高官 发布统计令 指控他们拆除苏联时期的纪念碑 破坏历史情感 彭博社的分析说 这是俄罗斯对北约成员国 发动战争的起手势 39% общемировых расходов это США а Россия 3,5% и мы что вот имея ввиду вот это соотношение собираемся воевать с НАТО это просто бред то что говорят по поводу того что мы собираемся после Украины нападать на Европу это полная чушь запугивание запугивание свое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выбивать из них деньги Путин本周视察部队时 驳斥俄罗斯对北约 发动战争的深小沉上 но это не может не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模擬北约成员国受到攻击 而触发第五条集体安全条款 代号坚定捍卫者二世的军演 在欧洲各地展开 与此同时 欧盟委员会提出一项 促进欧盟军工产业 转向暂时经济模式的方案 这项计划将由成员国 共同出资1000亿欧元 成立特别基金 加速欧盟军工产业的生产能力 除了要填补美国 不再对乌克兰军员的缺口 更要应对俄罗斯 对欧洲国家的侵略斩折 而北约在最新的年度报告中 将俄罗斯定位为最重大 最直接的威胁 埃萨尼亚对外情报部门 也发布一份评估报告 指俄军沿北约东义的驻军倍增 正在为未来十年内 与西方的军事对抗做准备 德国版财经内幕网站 本周则引述一份 德国情报机构的报告说 从俄罗斯持续密集的 重组武装部队和部署新飞弹来研判 不排除普丁在2026年后 攻击北约国家的可能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 源于巴尔干半岛上 复杂的种族冲突 并由塞尔维亚狂热民族主义者 策划暗杀行动而点燃战火 而种族仇恨与民族主义 向来是历史上大大小小战争的导火线 如今 散落在前苏联驾峰共和国的 二一族群 普遍遭当地国家的歧视对待 这桶欧洲火药桶 似乎也从未熄灭 我们看到美国的确现在是 想要积极稳住国际的局势 不只是对中国大陆 他其实现在也很希望 能够稳住欧洲甚至是中东 所以传出来苏利文 本来是要访问沙古地阿拉伯 结果没想到 因为意外肋骨骨折 现在要推迟访问沙国的 这样的一个行程 本来是本周就要出发了 现在必须得要推迟 人家就讲说 这会不会背后有阴谋论呢 为什么这样子讲 因为其实在3月21号 当时苏利文访问基辅的时候 俄罗斯他的飞弹攻击 向基辅投下了33枚的导弹 然后从此之后 苏利文就没有公开露面了 所以外界就有在讲说 苏利文是不是被这个 导弹给炸伤了 直到4月1号 才有苏利文跟泰国通话的消息 但是目前为止都还没有露面 那我们看一下 苏利文现在推迟了这个计划 但是拜登的对手 川普倒是很积极地跟沙国在联系 纽石就有报道了 川普最近就跟MBS 沙国领导人通话了 目前尚不清楚 他跟沙尔曼王储到底讨论了些什么 但是通话的消息 在拜登政府跟沙国 就中东和平计划进行谈判的时候 这个时间点传出来 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 当时萨尔曼在大阪举行 集团体的峰会的时候 就跟川普握手笑开怀 所以双方的关系其实蛮好的 所以是不是川普也是借由沙国 来给拜登穿个小鞋呢 那另一方面 这个中沙厄 当然这个现在是越走越接近了 有恶的国家包含了中国大陆 沙国印尼的一些代表 现在私下敦促欧盟要顶住 来自美国英国的压力 那美国英国现在在忙什么呢 他们就希望布鲁塞尔 能够没收这个冻结 这2000亿欧元的俄罗斯资产 来帮助基辅做重建 2019年的12月呢 其实沙国沙吾地阿美 他们也透过IPO的方式呢 创下史上最大的IPO记录 那中俄基金他们也努力 在这个大陆找寻一些投资者 那光是去年 这个沙吾地阿美 在中国大陆的金额 就投资超过了人民币329亿 也是去年中国大陆 在那边投资最多的一个外企 所以看起来现在 这个中俄沙现在越走越接近 不论是在经贸上面 或是在国际的一些阵营上面 也是好像共同来抵抗欧洲 或者是英美国家 那再来 俄罗斯跟法国的防长 也非常罕见的通话 邵一鼓现在警告法国 因为前阵子马克宏讲说 要出兵嘛 要帮助乌克兰 俄乌战争 这个法国也要参一角 邵一鼓就警告法国说 不要向乌克兰派兵 而且讲说 这个 并指出俄国准备参与会谈 要来结束俄乌战争 那我们看一下 法国的防长他就说 他试图要说服俄罗斯相信 这件事情 乌克兰以及 这个是跟其他西方国家无关的 那邵一鼓是坚称 俄国有掌握到有关 乌克兰组织参与恐攻的资料 也希望法国的特攻 是没有参与其中 那马克宏甚至还告诉 其他盟国 就说如果 这个乌法军 真的是大家在联盟 就是法国参与这场战争的话 不会去连累到美国跟北约 那再来看一下 现在俄乌的确 双方好像都在征兵 这个光是莫斯科恐攻事件之后 俄罗斯十天之内 有1.6万人入伍 大家主要入伍的原因就是因为 在这恐攻事件之中 很多人觉得很生气 所以想要参与 这个报酬的行列 所以十天就有1.6万人 决定要签约入伍 那今年初以来 已经有超过10万人 跟军方签约了 那现在泽伦斯基当然 也要积极的征兵 扩充兵力 现在要下修 年满25岁就要被征召 原本是最低是从27岁 现在要降到25岁 所以要再征50万人入伍 也意味着 乌克兰正在为战争做准备 那俄罗斯的议员就提醒了 说你这个泽伦斯基 不要成为西方战斗到 只剩最后一个乌克兰人计划的傀儡 因为感觉上 实实在在的看到西方集体 让这个冲突持续 那乌克兰人真的要这样子吗 变成好像棋子吗 要担任这个代理人战争 这样的一个角色吗 也是提醒泽伦斯基 是不是该停下来想一想 不要变成一个顺从的奴隶 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 亮哥怎么看呢 我觉得在普京连任之后 那又加上莫斯科那个恐攻的爆炸案 俄罗斯现在是蛮强硬的 我认为对每个方面 如果真的有发生一些事件 那俄罗斯报复的手段都会蛮明显的 比如说这个比利时那个 我们讲那个欧洲清算银行 那俄罗斯在那边放了2000亿美元 那个是央行的资产 如果央行的资产 你也敢给人家移交 我认为一定会出很大的事情 我认为会大到你难以想象 我认为俄罗斯会直接打比利时 他一定会去做很大的动作的 你那个转移俄罗斯个别的企业 或者个人的资产 那俄罗斯政府就假装没看到 这事实上也是违法的 因为除非他有犯国际的相关的罪 这个事实上叶伦是反对的 因为拜登政府有跟叶伦讨论过这个事情 叶伦是反对的 叶伦说你不能够这样搞 你这样搞不过维持反国际法 而且俄罗斯事实上要反制也是很容易的 他立刻就没收西方在俄罗斯境内所有的财产 那算一算那个钱搞不好还比2000亿多 对 那这个就是世界大乱 这个就是世界大乱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那美国跟英国距离比较远 就在那边怂恿 那真正到时候倒大没了就欧洲人 所以我跟你讲这种事情 然后比如说 这个马克宏不知道哪里吃作药 一直说他要出兵 那你就赶快出兵 他说他要出2000人到乌克兰 你就赶快出兵 据我了解内情不是这样 据我了解是 这个俄罗斯 俄乌战争事实上在这两年内 比如说打马利乌坡尔的时候 打一些地方 事实上就有法国的军人 那些法国军人事实上 有的已经死了 有的是受伤 可是他在法国境内 没有办法领腐续军 他没有办法领腐续军 所以他现在是要透过说 他派兵去 然后趁机把这一群人 在一个法律上 让他有那个地位可以回国 所以马克宏他真正的想法 可能是这个目的 可是你是不是真的派兵 因为你不断的在国际上 照这个事 那俄罗斯对你就会很强硬 他就说你只要派兵 我看到你进来乌克兰 我就用核武打你 所以我跟你讲 现在俄罗斯的动作都很大 就是接下来你看 那个增兵也是一样 俄罗斯的增兵当然比乌克兰容易 他经济今年成长3.6% 而且他的人口是1.4亿 那乌克兰很多人都跑光了 乌克兰现在的有效人口 有做过一个普查 就是乌克兰目前 他占前的人口大概是4200亿 他现在能够有效掌握的人口 只有2500万 本来是4200万 现在变成2500万 少了很多人 事成 你少了那么多 上次那个葛拉罕来乌克兰还说 你应该增兵年龄下修到20岁 你就照美国人的态度 就是死道友不是死平道 责任思义是搞半天才从27岁 下修到25岁 就已经很多人抗议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马上回来 好 我们来请教一下将军 怎么看现在俄乌还持续在扩大争变 对 俄乌战争已经打了两年多了 这显现出乌克兰的国家战略错误 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两年多 乌克兰一直要反攻 一直要光复他的师徒 都没有达成 战争刚好又在乌克兰的 他的家里面 他的国家里面打 整个的整个变得非常的残破 现在就是乌克兰的人 他只剩一半跑到外面去了 因为这些都是我们所讲的难民 难民流浪在外 自己在国内可以增兵的筹码就少了 俄罗斯可以增兵的筹码多 乌克兰可以增兵的筹码少 一看高下就离判了 然后现在人力缺乏就算了 西方国家给乌克兰的武器也不够 美国现在600亿美元的原乌克兰的经费 现在压在国会上面 国会说你这个钱是不是留在国内 因为国内美国国内有经济的问题 需要这600亿怎么可以给乌克兰 就搁置在那个地方 那乌克兰很需要这些钱 需要这些武器 这些武器不到位 火力不到位 这个弹药不到位 那乌克兰怎么样去发挥火力 没有办法 所以乌克兰缺的是钱 因为乌克兰现在目前工业都停顿 那俄罗斯不一样 俄罗斯他卖油卖天然气 还有卖他的矿产 这出去钱还在一直来收 所以俄罗斯他越打 好像不缺钱 打仗打钱 俄罗斯的口袋深 但是乌克兰没有口袋 没有钱 西方国家给他 有一顿没一顿的 那他怎么办 又缺冰又缺弹药 那怎么战力能够发挥 越打国土丧失越多 将来一定要割地赔款 怎么办 战后重建的钱又怎么来 所以乌克兰都是问题 当初要发这个 要对抗俄罗斯的这个 乌克兰战争 就是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 要对乌克兰入侵的时候 这时候乌克兰要先想清楚 要打什么样的规模的战争 要在什么时候 中战什么时候来谈判 一直打下去的话 整个乌克兰整个国运都打完了 什么都没有赚到 结果反而一直失去的更多 那再打下去 是不是又要失去更多的土地 那这样子 乌克兰将来国不成国了 那土地都没有了怎么办 还有欠那么多的钱怎么还 然后死掉那么多人 怎么样去做事后的抚恤 这些都是问题 整个年轻人都丧失了 都断代了 因为年轻人都消失了 那跑到国外去的这些难民 他有的大部分不会回来了 因为你离开两年多三年多 也在那个地方生根了 那乌克兰没有人了 那这国家怎么办 那个俄罗斯他好生以下 反正仗是在乌克兰那边打 慢慢的等 他也不急 对不对 他有火力够 钱也够 所以对俄罗斯来看 俄罗斯可以气力险险 时间的压力不存在 但对乌克兰完全南辕北辙 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乌克兰当初的国家战略 是完全错误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马上回来 好 我们来问一下严教授 怎么看这次苏利文仿杀 真的有这个阴谋论吗 第一个我觉得说美国过去 因为非常依赖沙古地的石油 然后也加上沙古地在中东扮演一个 就是能够牵制一些 我们讲像伊朗这样的国家 所以美国跟沙古地 可以容忍他很多人权的问题 但是后来美国慢慢自有自己的石油 自主力越来越高之后 好像对沙古地就比较要求 所以你看上一次 那个哈少奇这个记者被杀了之后 美国对沙古地的要求 人权的要求非常高 可是川普就知道这种议题不要去碰 所以川普可以跟沙古地谈得很好 结果拜登一上来 我们看到沙古地就给他穿小鞋 那石油的问题是再加上 OPEC的这个组织 虽然美国是石油大国 可是美国不参加OPEC 可是俄罗斯现在叫OPEC plus one 就是俄罗斯跟着他们一起涨价 所以就是这个能源的议题 他们就有共同的利益 然后再加上沙古地是一个 也是金融大国了 我们今天讲他这个 所以可以对俄罗斯有很大的帮助 那现在看起来 沙古地觉得说 如果你美国继续给我穿小鞋 我今天跟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 就会越来越好 那我们也看到 这个川普总统就觉得说 我好像比较可以跟沙古地打交道 可以跟俄罗斯打交道 他可以用这一个外交上面 有别于拜登的这种理想型的 民主人权的外交 然后没有达到任何好处 结果反而让美国脱下水 他可以觉得让这个 可以成为他竞选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口号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新闻网站上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